我叫水帆ZZ,是一名节目主持 作为公司新人,我必须先和老板搞好关系 老板,上期视频反响不错 咱们一起玩游戏庆祝庆祝哦 呃,我去想想下一期视频 老板,文案时间可能有点紧 估计得明天 今天下午就能写出来 老板 我靠,我还啥也没说呢 不是,老板 Fuck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过气团队H萌 为大家带来的随时有可能气坑的良心节目 动漫游看点 我是主持人,水帆ZZ 上一期节目点击意外的好啊 天堂十分开心 正当他想要张嘴说什么的时候 小致直接把他嘴给堵上了 不是我们不让天堂说话 但我们这节目才刚出第三期 实在禁不起B站第一毒奶的柔林 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期节目天堂借我之口奶了一口REC 说什么剧情肯定起飞 结果刚说完 新出的第十九集一集就死了三个角色 连我一直认为是女主的Seregia 都惨死在结尾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相信任何一家还有一丝神志尚存的制作组 都绝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 这一定是在制作过程中突然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操纵 大脑不受控制才能写出这样的剧情 我想大家一定已经知道这个神秘力量说的是谁了 很多观众只听说过天堂独奶 但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今天,我就给大家找来一段影像资料 十分真实地描绘了天堂独奶时的姿态 可、殺死了 二人都 这个我 我 命的 软一签がない 我 我勝手に人を裁く権利があるのか 不 不 不 我一直想起来的事 世の中腐っている 腐っている奴は死んだ方がいい 那你把DESMODE打破了 DESMODE 把我改造了世界 顺便一提 七月翻里 天堂至今没有跟我们提起过公主准则 这也是这部由大河内编剧的动画播出9集 仍没有剧情暴走的原因 在天堂想起这部翻之前 大家且看且珍惜 啊 且看且珍惜 除了上一期天堂的毒奶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刚夸完的老朋友AE Pictures 在FA第9集里就立马稳定发挥 作画崩溃 仿佛在用灵魂画风告诉观众 啃娘的痛苦在配恩之上 有很多粉丝 对新一集的作画表示强烈不满 说简直是给我们大费的丢人现眼 对于这些人 我就想说一句 你们懂啥 脸崩不是失误 那是一种艺术 如果效果不好 全怪BGM 不信我给大家换个配乐 绝对不出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了,黑归黑,ZZ还是很喜欢肯娘这个角色的, 毕竟宅男都喜欢那种片子里台词很单调的妹子嘛,对不对? 其实脸崩之所以让人无法接受, 是因为大家来看FV这部番,就是为了看人物的。 毕竟我们实在指望不上一个能让阿萨姓开着空中要塞到处暗杀的剧本,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合理的剧情, 你还把人物画成这样,也未免太对不起粉丝了。 很多观众还抱怨,为什么真的一直在赶战场? 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跑就是几万里。 我倒觉得,你们珍惜一下真得跑步时候迷人的侧脸吧, 这要是打起架来,鬼知道会被A1画成什么样。 汽车美容,汽车前台接待, 数十种实用专业。 切割,解剖,研发了全球典型车辆的电喷模型, 使深奥复杂的内部原理直观展现出来。 不需要基础,也能学会。 中国现在是汽车大国,迫切需要大量的汽车人才。 在这里,实践第一,天天下车间,手把手教学,百分之百推荐工作。 来北方,学的是找工作的技术,赚钱的技术,过好日子的技术,到专业学校学天技术。 看完广告,我们来吐槽一下《骑士魔法》这部番。 这部番讲述了程序员男主死后穿越异世界,造高达开高达的故事。 男主生前就梦想着成为能够驾驶高达的男人, 穿越之后这个梦想很遗憾的,只实现了一半。 虽然转生为女装大佬,可男主却变成了科学和魔法的全才。 在学校成绩优异各种跳级,小小年纪更是直接参与着连脱关系走后门都不一定能进去的国家军工产业, 在制造高达事业上大显身手。 虽然男主一直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优异的造高达天赋是来自于前世身为程序员大佬的专业素质。 但实际上,在高达的控制方面,男主运用的明显应该是机械设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以及工程力学。 而在魔法攻击方面,则显然是参考了魔法禁书目录,明知魔导书,以及魔法史的注意事项。 可以说整部动画除了女装大佬这一点,我实在看不出来和程序员有任何关系。 而且男主造高达的过程也显得过于儿戏。 今天造出个人马型高达,明天又发明个火箭喷射系统,感觉男主做个真高达比我们在家拼个高达模型还省劲。 总而言之,如果你喜欢看女装大佬装逼拯救世界,可以考虑去看看这部动画。 不过ZZ已经决定暂时放下这部番了,等什么时候男主造出宇宙战舰完成星际跃迁了再来叫我。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最近都有哪些好玩的消息。 据称,口袋妖怪日月的动画最新剧情中,小智准备重返关都地区,我们的老朋友小刚和小霞将重新登场。 唉。 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尽管小智身边的妹子已经换了无数个,但是我们依旧无法忘记你那可爱的小暴脾气,那坚毅的眼神,那充满朝气的橙色,我们真的很想你啊。 喷火龙。 近日,日本推特上某画师发表了两件由他设计的偶像大师灰姑娘的周边T恤衫,分别是被爱海和麻油抱住的图案,死宅力十足,幸福感满满。 尤其是爱海这件,我有个建议,买了这件衣服,女生可以正着穿,平胸也能显欧派,男生应该反着穿,出门就被当变态。 如果还嫌不过瘾,这儿有一招更是妙,既有三人买三套,站在一起有其笑。 为白色项目二中雪菜配音的生优米泽园,近期宣布了婚讯以及怀孕喜讯。 这次不但戒到了,而且还戒。 据称两个人是去年开始交往的,对方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同样宣布结婚的,还有肯娘的CV野中兰,对象也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有网友就表示,最近生优浅仓姓美宣布结婚的对象也是普通上班族,日本的一般社员怎么就那么幸福啊? 还有人问我,现在辞职去十一区当上班族还来不来得及? 真是痴心妄想,你们这些人是瞧不起日本的普通上班族吗? 一个普通的日本上班族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 这意味着若干年前,他是一名普通的日本高中生。 现在屏幕上的普通日本高中生,你们比得了哪个? 福建一博的全职猎人,在连载石化之后再度进入休刊。 这是什么概念呢?各位观众朋友们。 猎人复刊是6月26号,再度修刊是8月28号。 也就是说福建老贼一年就花了两个月的漫画。 真是太过分了。 说好的只连载5话,他居然凑够了一卷单行本。 我代表日本麻将界对福建选手这种沉迷漫画玩物丧志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最近,著名的宫口漫画家招职老师受到了一名国外粉丝的威胁,扬言要杀了他,然后自杀。 然而我们的招职老师不仅不慌张,还很愉悦地把对方想象成了金发碧眼的傲娇美少女,并准备把他画成本子。 其实这也不是招职老师报复心众,毕竟大部分的漫画家常年在室内工作,对不对? 取材世界本来就很少嘛,所以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哪怕是粉丝的抱怨信,也会是创作的灵感来源。 我估计把粉丝画成角色的漫画家肯定不止招职老师一个。 据我猜测,To Love的作者石炊剑太郎很有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石炊老师,告诉您一个坏消息,有个读者来信说您不知廉耻,竟然在战魄上画这种有伪道德的剧情,扬言要举报您。 石炊老师大师不好,有读者来信说您这个人太下流,他又杀了您。 哇,老师您太有才了,居然把这些人画成妹子,让男主挨个推,真是太解气了。 对了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最近有很多女性粉丝来信,看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观众开始喜欢您的作品了。 我在想要不要帮您成立一个女粉丝团。 对很多上学的同学来说,8月31日是他们完成暑假作业的最后期限,但对于某个二次元人物来说,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2007年的这一天,一家卖乐企,还顺便卖卖摩托的神奇公司,推出了一款电子会音软件,Vocaloid 2,以及基于声优藤田校音源制作的声援库,初音未来。 从那一天开始,这位葱绿色双马尾的少女进入了二权的领域,将虚拟偶像这个概念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创造了音乐界的传奇。 这十年以来,初音未来对于ACG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像甩葱哥,世界第一公主殿下,千本英这些神曲被传唱至今,公主殿下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然而,尽管手办还在继续卖着,演唱会也十分火爆。 十年后的如今,初音未来的人气显然已经无法和当年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相比了。 人气低谷的背后,既有二权偶像越来越多导致的分流,更包括V加UP主这一原创动力的流失,也可能有时间带来的审美疲劳。 对初音未来的现状以及未来,各位观众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微博留下你的观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动漫游看点。 节目的最后,为了庆祝初音未来十周年,也为了回应各位观众对上一期节目的支持,我们有请天堂为大家献唱一首《妄想睡》。 私の想像 あの子もいいな あの子もいいな 頭の中でいいことしてる あなたはそれで満足ですか 叶えたいとは思いませんか 王様の称望創生 皆様の暮らしを豊かに それを使用させるために 叶えたい大大大大を堅持 君に 今未来大大大を買い戻せ 離し倒車用の星カレーフィンを 代々大大大のその方向へ そう汚い妄想は汚いお金で解決させましょう